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来学习 进程管理之五状态模型 那么进程呢 在系统里面是有多个状态的 我们这一节课就来学习 这个进程在系统里面的多个状态 这里面主要是提及五个状态 那么这五个状态分别是哪五个状态呢 首先有这个就绪状态 以及这个阻塞状态 还有这个执行状态 那么这三个状态呢 是进程里面最重要的三个状态 除了这三个状态以外呢 还有创建状态 以及这个终止状态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 进程它处于某一个状态的时候 它在干什么工作 首先我们来了解进程的就绪状态 那么进程它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之下 属于这个就绪状态呢 当进程被分配到除了这个CPU以外 所有的必要的资源之后呢 就处于这个就绪状态 当进程属于这个状态的时候 只要获得这个CPU的使用权呢 它就可以立即的运行 那么当这个其他的资源都准备好 只差这个CPU资源的时候的这个状态 就称之为进程的就绪状态 那么在前面我们也了解了这个进程控制块呢 属于进程里面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么在这里面其他的资源就包括这个进程控制块 那么除了这个进程控制块呢 也有一些内存以及占空间 对空间 那么这些资源呢 都准备好的时候 而只差这个CPU资源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就绪状态 那么在操作系统里面呢 我们知道有多个进程是可以并发的运行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能存在多个就绪状态的进程 那么这些进程呢 通常会排成一个队列 那么这个队列就称之为就绪队列 在这个队列里面有多个这个就绪的进程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这个进程的执行状态 执行状态就比较好理解了 当进程呢 获得其他资源之后 也获得了这个CPU 那么这个进程就处于这个执行状态 也就是说进程呢 是在CPU里面就在运行的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也拓展一下 如果说一个CPU里面只有一个核的话 也就是在这个单处理机里面呢 在某一个时刻只能有一个进程 处于这个执行状态 在前面我们也了解了这个并发和并行的概念 那么在这个单处理机里面呢 只有一个CPU 因此呢 只能有一个进程属于这个执行状态的 了解了执行状态 我们接下来再来了解这个阻塞状态 那么进程什么情况下会阻塞呢 当进程因为某种原因而放弃CPU的状态 就称之为阻塞状态 那么这些原因呢 有很多 这里面我们举一个例子 如果说这个进程需要获得其他设备 但是呢 这个设备没有就绪 因此没有办法继续执行的时候 他就可能先用这个阻塞状态 举一个例子 假如说某一个进程他需要使用这个打印机 但是呢 因为打印机它是属于这个外围的IO设备 它比较慢 那么进程在请求了这个打印机之后呢 可能没有立刻得到返回 那么这个时候进程就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因此呢 就会因为这个打印机没有就绪而处于这个阻塞的状态 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来简单的拓展一下 在前面我们在学习这个就绪状态的时候 提到了一个概念 叫做就绪对裂的概念 那么这个对裂呢 存放的是多个这个就绪的进程 那么在这里 在这个阻塞状态里面 也同样的有一个叫做阻塞对裂的这个概念 那么这个阻塞对裂呢 存放的是多个阻塞的进程 那么在插出系统里面 可能有一个或者多个阻塞进程 那么这些进程呢 都是存放在这个对裂里面的 那么到这里 我们就了解了进程的五状态模型里面的三个主要的状态 分别是这个就绪状态 运行状态 以及这个阻塞的状态 那么这三个状态 他们相互之间是怎么样切换的呢 我们就再来这里了解一下 首先是这个就绪和这个执行之间的切换 那么对于这个就绪状态呢 指的是进程除了CPU资源以外 其他资源都准备好了 那么这个状态就称之为就绪的状态 因此呢 当这个进程发生进程调度的时候 它就可以变为这个直线的状态 那么当某一个进程 它发生进程调度的时候 它就可以获取到这个CPU的资源 同样的当执行状态的进程 它的CPU资源用完了 那么这个时候 又会重新切换回这个就绪的状态 插入到就绪队列里面去 这里面的时间配用完 指的是分配给某一个进程 执行的CPU时间用完了 那么这个时候 进程就没有了这个CPU资源 所以就变回这个就绪的状态 接着是这个执行状态 和这个阻塞状态 那么当这个执行状态 发生这个IO请求的时候呢 它就有可能变成这个阻塞的状态 刚才我们也举了例子 当某一个进程 它需要获取打印机的时候 因为打印机比较慢 那么还没准备好 这个时候呢 这个运行中的进程呢 它就可能需要等待 等待的时候呢 就可能被调出CPU 它就会变成这个阻塞的状态 那么这个阻塞状态 它是什么时候切换回 这个就绪的状态的呢 当发生IO完成的时候呢 阻塞状态就可以切换回 这个就绪的状态 还是举刚才的这个例子 当请求的打印机准备好了 那么打印机呢 就有可能发出一个中断 告诉这个进程说 我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会唤醒这个进程 那么这个进程呢 就会从这个阻塞状态 切换成这个救救的状态 等待CPU的下一次调度 好的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三个重要的状态里面 他们相互之间切换的一个模型 那么除了这三个重要的状态 我们还有这个创建的状态 以及中止的状态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 这里面的两个状态 首先呢 是这个创建的状态 那么创建的状态呢 它分为两步 第一步 是分配PCB 第二步 是这个插入就续堆裂 因此 这个创建的状态 它的定义就是 创建进程时 拥有PCB 但是呢 其他资源 还没有就续 那么这个时候的状态 就称之为创建的状态 这里面 不管是系统创建的进程 还是我们用户创建的进程 都是一样的 那么操作系统呢 它也提供了这个Folk函数接口 让我们可以创建这个进程 那么这后面 我们也会使用这个Folk函数 来创建一些进程 接下来了解这个中止的状态 那么中止状态呢 它也是分为两步 那么第一步就是进行系统的清理 第二步就是归还这个PCB 那么进程当属于这个 由系统清理 或者是归还这个PCB的状态 就称之为这个中止的状态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补充了这个中止状态 和这个创建状态 因此呢 在刚才的这个图里面 我们就可以补全 这两个状态了 那么当进程处于这个创建状态 当它创建完成的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这个就绪的状态 同样的 当进程执行 并且执行完成了 那么它就会切换为 这个中止的状态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进程的母状态模型 好的 那么这几个内容呢 就在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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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